接下来的话,打字,打字用T 如果说你Following Page不熟的话 反正你就按照步骤做 T就是打字 打字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设定什么字形呢 标凯体在最下面 特别注意,你会看到上面有个标凯体 可是千万不要用这个标凯体 不然的话呢,它就会变成 就是Y边的这个标凯体 前面有小老鼠就是表示 这个字形的话呢,它是直输的时候用的啦 所以一定要选下面这一个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大小的话,我们用30好了 可是没有30,我们用32好了 或者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接下来的话,点一下 就直接输入四个字 叫社团介绍就可以了 社团介绍 好,社团介绍 接下来的话呢,移动它 特别是移动不好移动 一定要在字有颜色的地方 移上去会有个箭头 上面有个小T有没有 这个时候才可以移动 把它移动到正中央 这样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确定说字这个地方 不过字可能要改成黑色的 改黑色的 怎么改黑色的呢 点这边一下就好了 这个是改颜色啦 那如果你不确定说它是不是在正中央 你可以按挑选工具 这边就有个所谓的叫做 全部都在正中央 这个地方有个叫做水平垂直接至中 水平垂直接至中 或者在物件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对齐 水平垂直接至中 这边也可以 它就会刚刚好在正中央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字打上去之后 其实你忘记也没关系啦 反正就移动到正中央就可以了 正中央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填颜色 那填颜色的时候特别注意 要先点一下挑选工具 然后呢 在背景哦 点一下 不然你等一下填上去的颜色 会填在字上面 不对 一定要填在背景 编辑填充 填颜色没有 编辑填充 填充里面的话呢 就选择什么呢 渐层 由上到下的渐层 那特别注意哦 它有两个颜色 上面的颜色是这一个 下面的颜色是这一个 所以上面的颜色点下去 给它颜色 要做什么呢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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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